來這邊一個花嘯餡 一隻喔 1650日幣 我等一下買一隻喔 回家給我老婆吃 太誇張太誇張 這邊有這個 扇貝 鮭魚 要失控要失控了 字幕君要失控 太鮮甜太鮮甜了 大家好 我是飛海盜女婿Jerry 那我們這一次這一集又要來帶大家來吃北海道的海鮮啦 那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在三小木 那這個地方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那這個地方呢 距離新千歲國際機場車程大約是30分鐘 所以你一下飛機呢 租到了汽車就可以來這邊來吃海鮮丼 那這邊也靠海啦 所以這邊的海鮮非常的豐富 那這邊有一個海鮮的AQ 海的AQ 那我現在帶大家去吃就是海鮮丼 那就跟著我一起去吃吧 GO 現在北海道是夏天剛好在賣花孝蟹 那這邊一個花孝蟹 一隻喔 1650日幣耶 我等一下買一隻喔 回家給我老婆吃 然後聽說他這個蟹膏超級多的喔 那我買回家 下次再拍一支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多少蟹膏喔 一整箱喔 一萬五日幣而已耶 哇 這邊還有一些產品 有毛蟹 哇 好多毛蟹喔 也蠻大隻的耶 那這個北海道啦 就是夏天啊 水產特多的 喔還有這個後岸超大的 牡蠣耶 哇 哇 然後三小木這邊這個特產啊 超大的北極貝 一顆540耶 超大顆的超大顆的 等一下買個一兩顆回家好了喔 喔這邊還有一些 當季的魚耶 然後這邊也可以買生魚片喔 看起來都非常的 高級耶 然後這邊的生魚片你現買 他會幫你現切喔 不用加錢 現切來吃喔 還有還有耶 我還想再叫耶 然後我再買一個這個 鱈魚喔 一隻 880塊日幣 三枚 三枚 我請他幫我切一半 然後頭也切掉 然後不要保留內臟 我發現很多人喜歡看人家切魚耶 我看網路上的影片 我自己不會啊 看人家怎麼回復成功 喔 すごい耶 好會切魚喔 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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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零七零 嗯 好 然後這個就是三小木 這邊街道的樣子喔 然後左邊有賣很多雜貨 還有一些日本的水果 那這邊還有餐廳喔 那等一下我帶大家去另外一家餐廳吃 哇 這邊都賣了很多的海鮮丼 很多都是北濟貝喔 給大家看一下喔 然後在日本這種雜貨店啊 賣的水果通常會比超市會再便一點喔 那這個這個 Tabekoro的メロン就是代表現在已經可以吃的メロン了 然後這邊有一些富良野的喔 賣很多日本的水果 那很多是北海道的 哇 這邊店蠻多雜貨店的 哇 很多賣這個海鮮喔 雜貨超級多的 然後這邊有一家賣蔬果水果的喔 價位都還蠻便宜的喔 那我看到這一個北海道的西瓜 一顆只要一千塊日幣喔 那以北海道來講啊 這個價位超便宜的 所以我馬上買一顆西瓜回家吃 那西瓜在台灣非常便宜 但是在北海道算是還是有點貴喔 然後這邊有買 哦 一隻鉤耶 200塊 玉米150 超級便宜的耶 好久沒有吃西瓜 每次覺得超值的西瓜都好貴喔 這一顆一千塊日幣 我可以買 哇 這邊的玉米喔 糖度18度的喔 買個 兩隻回家好了 然後這邊看 這邊哈密瓜 一千塊日幣 然後大家來買哈密瓜 就請認定要買北海道的哈密瓜 它真的比較甜 那單價也比較貴一點 我這一顆非常的軟喔 可以馬上吃 耶 耶 耶 OK啦 採買完畢啦 西瓜也買了 海鮮也買了 那現在就帶大家去吃這邊有名的海鮮丼喔 剛剛大家看我介紹北海道的水產呢 是不是還看得不過癮呢 那當然啦 現在剛好是中午時間 那我要帶大家去吃 山小木這邊 非常有名的一家食堂 叫做魚精食堂 那它的海鮮丼 據說非常的澎湃 那CP值也非常的高 等一下我就要去吃海鮮丼 讓大家全身都硬了 什麼硬呢 是拳頭硬了 看到我吃這麼海鮮的海鮮丼 大家是不是想K我呢 那就跟著我一起走吧 哇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叫做 ワカママ洞 ワカママ在日文就是韌性的意思 就是你可以任選三種或四種 那有八種種類 我覺得還不夠ワカママ 我覺得應該八種都有啊 哇 牆上滿滿的海鮮丼 都是北海道的海鮮 種類真的非常的多 大家是不是兩手的拳頭都硬了呢 我點了兩個海鮮丼 這個為大家介紹一下 超級澎湃的 太誇張太誇張 大家猜一下這一碗多少日幣 猜對有獎哦 這一碗只要1600塊日幣 登登 太驚訝這個這個價碼 太狂了太狂了 太狂了太狂了 然後呢 我又點了一個ワカママ洞 很任性啊 不是啊 小孩做選擇啊 大人是全部都要 好 這個ワカママ洞 我點了這個 也是マグロ 鮭魚卵 然後這個是鮭魚 然後這個現在北海道 正式海膽的季節哦 這海膽的量也蠻多的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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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來啦 我要吃我的韌杏丼 哇咖媽媽要先吃哪一個呢 先吃個馬骷髏 這麼大塊喔 我先吃看看啦 不要說這麼便宜是不新鮮 我們吃看看 這邊的筋比較多一點 我不要吃那邊 我覺得新鮮度一流 那有稍許的一些筋而已啦 那我覺得直接一口寒啊 新鮮度也非常的高 好吃 汙泥汙泥汙泥 汙泥的量也不少喔 汙泥的量也不少 汙泥超級新鮮的 不得了 超好吃的 鮮甜 鮮甜鮮甜 沒話說 鮭魚卵 要失控要失控了 字幕君要失控 太鮮甜 太鮮甜 太鮮甜了 想說它便宜的東西應該不會太好 肥到海鮮太便宜了 豪邁啊 整塊吃都不心疼啊 這一碗 我咖媽媽動 很韌性的動 無得挑 沒得挑剔啊 超棒的 特別這個 太驚豔了 超推了 超推了 來這一碗 這個 我挑了四個種類 然後是中碗 2500塊日幣 那如果你點小碗 應該是飯比較少啦 那是2300塊日幣 超級推薦的 我等一下吃一下那個 1600塊日幣的海鮮丼 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兩個差距在哪裡 這一碗的Size也超級大了 那我吃一下 兩邊兩碗 新鮮度有沒有差別 我從眼睛看起來 新鮮度有差啦 好 但是 用我的胃來試才 正確 北海道干貝 對 滿鮮甜的 那除了它的干貝 扎實度 我覺得太軟了之外 我覺得它的新鮮程度 沒話講 然後呢 你想來這邊這個 吃個粗飽的啦 點這個1600 但是你想吃好的海鮮喔 直接吹到啦 這邊最貴的2500塊 直接的來吹而已啦 出國的話 完喔 不用省錢啦 我一定會點這一個 我跟大家講 我一定點這個 很大一塊 讚 讚 那我先沾來看 這兩盤的馬咕嚕的顏色 就不太一樣喔 那這個是1600塊的 海鮮凍的這個 馬咕嚕 光看 套客一看就知道不一樣 然後這邊這一塊的 魚的筋就特別多 來我吃看看喔 有什麼差別 還是好吃啊 它這個 筋比較多一點 然後肉 沒有像這一塊 那麼的軟嫩 沒有那麼入口即化 不過新鮮程度 我覺得差不多 下次來直接點這一碗 就對了啦 2500塊日幣 我吃了一陣子 總算把這個白飯肉出來了喔 這邊白飯也很多 這邊白飯可以選醋飯跟一般的白飯喔 然後份量真的超級多的 男生也 不會怕吃不飽 哈哈哈哈 這邊的這個量很大 你看這一個 鮭魚 這麼大一塊 然後這個三小木這邊的 魚鏟魚室阿 其實觀光客比較不知道 我已經就是曝光給大家知道了 大家下次可以來這邊吃海鮮丼喔 你看這個魚肉切得多厚 這個橫切面阿 像一個磚塊 這邊的分量真的太多了 我真的吃不懷了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喔 這邊早上9點開到下午3點 星期一是休假喔 那我現在就在三小木的港口 那這邊的港口 有非常多的郵輪 那這些郵輪都可以開到這個 本週去 比如說金森阿 明谷屋也有 那就是 做這個隔夜 隔天就會到明谷屋 而且還可以把你的愛車開上去 你看到沒有 連露營車都有喔 那這邊是他整個港口 大家看一下 很多耶 這個貨車也是要上去的喔 連這個貨車也是坐這個渡輪 好特別喔 大家想不想看我 坐這個郵輪去本週玩呢 那想讓我去本週哪個地方玩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是北海道女巨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下次再見 說好的 喜歡我的家 我喜歡我的家 我喜歡我的家 說話 我們早禮的家